我想萬丈高樓平地起 現在巧新立委身上這麼多爭議 不是憑空掉下來 他那個爭議的高樓 一開始他的地基 就是那個詐騙金流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呢一路往上蓋 就是說他的財產的來源 是不是能夠說明清楚 為什麼兩夫婦公職人員 加起來年收四百萬 還可以一年存四百萬 然後生活豪奢 跟這個年收兩千萬 差不多的樣子 一路一路蓋上來到現在 他沒有解決他那個 跟詐騙的那個關係 跟詐騙還有一線之隔的關係 那個一百萬房貸等等 不就一樓一樓跌上去嗎 所以今天新報出來 這個只是在往上 再跌了一層樓 這個內容是這樣 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這張是徐曉昕 他自己做過的一個證件圖 他在講說他當立委之後 要怎麼樣開發他的這個 南松山地區 那在這個圖上呢 本來大家看覺得沒什麼 那現在被溫朗東翻出來之後 發覺說溫朗東對他做連連看 怎麼連 第一個 原圖上沒有這一點 沒有這一點 但是呢 被人加上了這一點 是一個叫達永的建設公司 一個都更案 那為什麼這達永會跟徐曉昕連上 因為這個達永是徐曉昕的金主 他競選四億元的時候給徐曉昕捐了五十萬 另外還有一個同負責人同地址的公司 也捐了五十萬 就跟徐曉昕給媽媽 他婆婆的錢一樣 分兩筆五十萬 總共一百萬捐給他 那你說你要開發這塊地 好啊 大家都贊成開發 把這個做起來 曉昕說所有的議員委員 大家都贊成開發 對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議員委員 都跟你一樣 旁邊有一個你的金主的開發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曉昕忘了標他加在哪 他加在這裡 這個製作單位 把他補上去 曉昕加在這裡 為什麼說曉昕加在這裡 現在會引人非議 因為有人說 這次徐曉昕 他擔任議員跟立委期間 唯一一個針對地方 提出的開發證件 就這麼巧 剛好在他家 那你說很多事情 市民是有一個觀感的問題 就是說你那麼會揭蔽 那另外你看旁邊 這個就是金華城的這個 從五百六 暴增到八百四的案子 就在曉昕加對面 你那麼會揭蔽 結果你當議員從頭到尾 你也沒有把這個 弊案揭發出來 但是曉昕的主張說 這裡要改成這個鐵道園區 然後這邊要怎麼樣開發 然後這裡臺北偶戲館 怎麼樣做公園 一整個廊道做 吳威牆博物館 人家問說 那為什麼剛好 你有提出證件的地方 都在你家附近 這個是他的爭議的樓 一直往上蓋的這個過程 那他現在去講 許淑華你也怎樣 許淑華他當然可以講 可是許淑華沒有家人設詐騙集團 許淑華沒有那種 他一天到晚對別人各種連連看 然後遇到自己的時候 包括大姑老公婆婆都可以切割啊 所以我們一再講 其實他遇到的東西 法律問題可能不是真的那麼多 可是他的公信力 就是那個信任度 公信力的危機 其實是一直搖搖欲墜 所以我覺得他出那個什麼 把密件公佈這招 其實不是一個好招 因為反而會讓他覺得說 天啊你這個立委問政 到底是在幹什麼 你的當議員期間要選立委的時候 就被他發現你提出的開發案 是跟你的金主 跟你自己的家 是這麼近的地理關係 那未來他怎麼樣去監督別人 可是剛才 如果照剛剛益中所講的 你照照所謂的網路流量第一名 然後他的好感度 還有百零點三六這些 所以如果從這些來看的話 曹欣顯然並沒有因此 他的負面性或什麼大到那個樣 會不會出現這樣結論 如果我們純看網路聲量 以及純看網路好感度的話 再過幾天要就職的總統 叫柯文哲 我真的就是講這樣 民意是非常多元 他如果看網路 站得很激烈 大家又怎麼樣 我自己在網路上當然也有經營 可是我不會覺得說 我在網路上面的正負貧 就一定等於人民的觀感 因為很多時候是長期累積下來的 像現在曹欣為什麼身陷風暴 我相信跟他過去的問政風格 是絕對脫不了關係 那我覺得他現在當務之急 應該是說他回復一個正常問政 做一個正常的立委 在立法院裡面 他可以接續提出他的選區裡面 很多不同地方 不是只有他家附近的這種 規劃案子 他能不能提出來 還是說他現在為了要自保 他能丟出來的 竟然只有我們國家外交部的密件 那就代表說他過去的累積好像沒有辦法 在這個時候提出紮實的政績 來說服人的時候 他下面那個地基 被質疑的高樓的那個地基 又沒辦法解決 那我覺得在政治上面一直衝聲量 其實是一種在刀口上玩遊戲 請問一下 小新的死亡筆記本裡面 他說沒有沒有你的名字 會不會失望 我不會失望 因為我們一向是保持著祥和 對所有人朋友要多 如果還要辦流水席 你可以去吃 筆記本沒有 你的名字應該都在他家牆上的 流水席的部分 我已經很積極在幫他找主桌的人了 我也有幫他找主桌 不是因為我們當然希望他平安無事 他辦這個巧新平安宴 那代表說我們國家的立委 沒有設詐大家不要放心 可是事實上我們還是祝福他 問政上拿出好表現 這個才是最核心的東西 可以講這整件事情 東聯新聯聯 包括他老公不是那時候講 一個獨根協會啦 那這些存在裡面 可是跟獨根協會 他有理由 獨根協會不就是要幫大家獨根嗎 我先講 剛才講到流量的問題 剛才講到說凡殺不死我的必失我強大 這句話誰先講的柯文哲 對 許曉欣就標準的柯文哲的徒弟 第一個叫做流量 網紅正視覺最在乎的是流量 好流量壞流量 比沒有流量還重要 好壞不管啦 最怕的叫做沒有流量 第二個叫做鯊魚理論 鯊魚理論說我被鯊魚咬的時候 我要趕快的轉移戰場 所以他最近為什麼 你不要覺得他外交洩密案 這件事情是沒有精算過的 他精算過不要忘記他前陣子還質詢吳釗洩 因為質詢吳釗洩 吳釗洩不斷的跟他講說 不斷的重複說 你去告我藐視國會 他覺得這交有效 所以他才找了所謂的外交部的案子 來爆料說泄密案 他本來他可以覺得 他可以透過這個跟吳釗洩 不斷的對抗 對抗之下 他可以轉移其他的所謂的詐騙集團的焦點 但是沒想到鯊魚理論就是說 結果你還是被咬 結果這個咬的還是最嚴重的一個咬 因為其他的說真的包含所謂的詐騙集團的金流的關係啊 你買名牌啊 你一瓶四家 這些東西說真的都還是小傷 但是泄密案絕對是大傷 因為他質疑的叫做國家安全的問題嘛 而且真正可能成案的可能就是泄密案 所以你為了所謂的鯊魚理論 為了避免被其他案子咬 結果你去造成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嘛 回到這個都更案我也覺得這個案子說要直接連連看很困難 這也是業力引爆了 過去你怎麼連連看 我現在就怎麼連連看嘛 因為第一個 我們都知道所謂的都更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要有開發者嘛 那你開發者一定要住在那裡面嘛 而你老公剛好就是這個開發者裡面的很重要一個 所謂的中華民國協會都更協會 在做整合者 第一個叫整合者 第二個部分叫做開發者嘛 那開發者包含打勇建設也好 中工集團都在裡面有都更案 你就會被連在一起 而且打勇建設還給你了政治獻金 這個東西大家一定會跟你過去的方式一樣 把你連在一起嘛 所以還意外扯出黃呂錦儒嘛 所以整個最後的一個關鍵就是所謂的政商集團嘛 那政商集團如果有國民黨黃呂錦儒 又有你議員徐曉昕又有柯文哲 大家都全部連在一起啦 全部連在一起就是說 大家一起所謂的拿著刀紗吃人肉 他又跟柯文哲吃過早餐 那把那張照片拿出來之後就說 你看你跟柯文哲談好了 所以這些事情叫做連連看 我覺得連連看都不造成法律上面的一個判準 但是你為了解決處理你不敢去面對連連看的問題 去處理到所謂的泄密案 這反而會讓你陷入了整個法律爭議裡面 OK 小平說說話 我跟你講大家齁 這個這個蒼白無力的指控 我說溫朗東 都跟我們當然蠻熟悉的 我們是老的事業 他到底都不懂都跟啊 無知好不好溫朗東啊 這個XXX好不好 在批評這個事情 這個瘋了我跟你講 全台北市的所有建商大小是不是都都跟 因為有五十萬戶叫都跟 這個這個某一個 不管樸員 不管什麼什麼 這個叫中華工程 不管誰 然後那個達永 做了這個都跟 然後就是避案了 誰跟他臨在一起就地政法 都跟的本質本體是什麼 不是實施者什麼建築公司 甚至幾十屋的原公寓房子的原地主 他們決定誰來當實施者 他們說他們才是主體耶 那最後再猜嘛 今天也有錢賺也沒有暴力 因為金人跟侯一樣 都有建築師都是那些地主之一 所以用都跟去扣人家 除非像金華城這樣 這樣子給人家幾百億 那叫弊案 都跟怎麼會有弊案嘛 所以溫朗東你要搞也是浪費百面 也好啦 因為度過一天 他工那一天根本就沒上到 徐曉星也蠻好的 那再拉回來 徐曉星那個房子 他買來哪裡我不知道 我在松山 徐曉星那時候很菜幾年前 他跑到我辦公室 我跟他很熟嘛 我很照顧這些小鬼 然後來 小平哥 那個齁 你是不是認識富邦 我說富邦我認識啊 然後我跟我老公 結婚要買個房子 你介紹一下 我去把富邦的人找 經理找來 富邦銀行找來啊 然後跟松山新有關係的 結果他就買那房子 就是利率還是照一樣嘛 反正我們也 議員並沒有什麼優惠 沒有跟你講 你跟他借錢 還要扣到你任期 他只算到你這一屆 下一屆不見回黨選 算到你這一屆好不好 還錢 每個月扣多少錢 多少錢 然後就可以文朗東 就可以講說 我就跟達勇捐給他五十萬 今天你們夠好 試一下給他五百萬好不好 還是給他五趴的股東 如果一個案子 平均杜根可以賺他們兩億 我說實施者 你就給他一千萬兩千萬 然後給那個協會 你找得出這種料 我認了嘛 槍斃命嘛 今天捐給他五十萬 就是禮貌嘛 他都捐很多人嘛 達勇也是很大的公司 主體在內湖跟松山新 好 那今天文朗東連成這個都更 好像叫自取許曉信於死地 根本連劃定 都更要搞十年 連劃定這個事業計畫 全變申請建造 文朗東連這個都不懂 他怎麼可以評論都更 我快瘋了解釋 他到底他那塊地 他那塊買的那個舊房子 五十四年的 有沒有在達勇裡面 他分的筆記拿出來都有合約 是不是給徐曉青特別毒後 別人才簽七三 讀徐曉青 然後就徐曉青簽個七十趴 他的地主的話 然後達勇三十 而別人是五五四五 這是很 這是一個學問很機密的 不要亂扯好不好 文朗東真是 你就是 你就是